主料,蛋黄95克,细砂糖25克,蛋白120克,细砂糖50克,蒂粉55克,主料,牛腩28克,黄油12克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蛋白和蛋黄分开,分别放在两个容器内,蛋黄内加入25克细砂糖,用手动打蛋器打至颜色发白, 体积变大,体积打蛋器低落以及明显,在3%加糖打至8-9分发,就是如图这种长弯钩状态,吃1%蛋白,加入蛋白的蛋黄糊内,翻拌均匀,删入低粉,用花招翻拌均匀,尤其是底部,黄油加牛奶成重后,将牛奶和黄油放入微波炉加热10秒钟,后保温,大约70度, 再将鱼下的蛋白糊倒入蛋黄糊内,翻拌均匀,将牛奶黄油也倒入拌好的面糊中,快速翻拌均匀,将面糊倒入不好油脂的烤盘内,送入熨热好的烤箱,中层上下火180度5分钟,转160度15分钟,炒至表面有漂亮的烘焙色即可, 烤好后,将蛋糕片拖到烤网上,撕去刺边,底部不需要撕掉,放凉后,撕去油纸,换一张新油纸,卷成圈,放入冰箱冷藏定型,烹饪技巧 一,牛奶和黄油液要保温,温度不能低于70度,否则倒入蛋糊内容易消炒,二维朗是蛋糕片表面平整,烤好后,拖住油纸到烤网上,不然容易急折 三,我用了六个蛋糕,三个蛋糕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了77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